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给我一白话的机会 您觉得刚才说为什么呢 你说这个男人 为什么我告诉你啊 现在这个环境 记住什么别脱离历史 不要脱离环境 这个环境是由你的历史 积淀这习惯形成的 这个现有的环境 你思维嘛 这是一套 这是逻辑性 讲话要有逻辑性 什么叫逻辑 知道吗 没人说过这个 这都我看书得来的 我老看书 中国的书我就看历史 知道吗 历史好 历史从记者啊 回去头看见 你要不看你大傻子一个 你臭奴才 奴隶太监 那类的东西 没思想 就没脑子 没脑子 就是什么 不是人家不给你权利 你自己不要 弄没了 为什么不要 你不看书 你不知道你应有的权利吗 就得看书 你就得看书去 花重金也得看书 这本书500块钱 里边有一句话 你知道吗 你啪 一般都能有一句话 对你当下给点亮了 值了 值了 有一句话就值了 这一句话能指引你生 影响你们一架子 影响你整个的群体 知道吗 是 发财啊 告诉你 发财 发财必备的条件 是什么 都想发财吧 对啊 没人跟你讲过 他妈发财必备条件吧 只有这明星 有那一样 你看人家开的门呢 人有个儿 人家祖宗传来的 都是这个吧 对 没人跟你讲 记着啊 每一个人都有发财的机会 一个正常的人 同等的聪明才智 知道吗 这个聪明才智 往往被你自己 被夺了 你知道吗 是吗 剥夺了 被别人和你自己 给剥夺了 给你的能力 你不要 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个笨蛋 蠢猪 他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一套系统呢 什么叫逻辑 告诉你啊 从零开始思维 考虑一个问题 最后又回到零 知道吗 回不到零 这个事就完蛋了 知道吗 吹了 就不要再想了 全是假的 全是假的 对 逻辑学 知道吗 为什么你看大学 那文件有逻辑 是不是 逻辑 记住了吗 姑娘 尤其是你这女孩子 特啥 你知道吗 逻辑就是 他你跟他讨论 一问题的时候 他现在开始 说这事 知道吗 比如说发财 那么发财 转一圈回来 知道吗 还得回到这个零 知道吗 封闭式的 这个题是合格的 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 明白吗 本事加上机遇 外搭着你的社会活动能力 外加环境 四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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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一不可 那电视远 王兴刚那都是名角啊 是王小棠 知道吗 对 那场厂长的演技 那又能给你演的 让你痛苦流涕 拿多少钱 四十块钱 四十块钱 没环境 他不让你多难 没 记住啊 他也发不了 机遇 人脉关系 完了最后一个大环境 知道吗 你要记住啊 没这个 你别往那发财人走 别想 天马累死你 吐了钱 男孩子在女孩子的侮辱下 你知道吗 查不死 饭不香 睡眠也不好 一天脑也萎靡不振 噗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得他妈一症 个儿屁了 个儿屁了 猝死了 没有吗 男人为什么转命 中国的历史给男人的要求是什么 顶天立地 你知道吗 好男儿志在四方 是对啊 全他妈要求 帽子挂的口 要求孩子是不是这个 是 是不是 对 哎 顶天立地 男儿有泪 不清他 女人可以哭 男孩子不能哭 没错 是 打掉牙 往肚子里边给咽了 是不是 哎 咽肚子里消化不消化 单说啊 拉出去单说 但是就是意思 要求你男人的要求 要比女人高他妈一百倍 对 高到太多了 但是呢 你这个男人用他妈笨 用他妈你爹妈喝酒 造成你不爱看书 你父母一喝酒 你看书你就犯困 凡是犯困的人 知道吗 你那父母 他妈是个臭酒鬼 知道吗 带着他妈酒精 知道吗 他一看书就犯困 你记着啊 凡是看书犯困的人 你查的父母啊 臭酒鬼 国子监大爷风趣幽默 对待事情 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大家无论同意与否 开心就好 或许您听后 有自己的想法 哪怕有一句话 对您有用 也是值了 您说呢